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错觉 顶层的人能润则润 底层的人能摆则摆 而家在中间的那些人 愿意卷的被降薪了 不愿意卷的被优化了 为什么去年已经够绝望了 但今年好像比去年还绝望呢 5月份统计局公布了一组数据 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0.4% 要知道这还是不包括灵活就业和农村口径的数据 再过一个月 史上规模最大的1158万名大学生就要走向社会了 考工和考研究竟能消化多少 自主创业和言币又能消化多少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蒸蒸日上的外卖行业 能够帮忙分流一部分的就业缺口呢 有这种想法的观众 建议可以搜索一下 专送骑手和重包骑手的区别 只能说这种形式的就业 有一种管保吹牛逼 饥寒谈社保的美 每次一聊到中国就业问题的深水区 涉及6000万名建筑工人 和3000万个相关配套岗位的房地产 就是绕不开的话题 不光是就业 居民财富 地方财政 银行信贷 甚至是咱们的大内需 几乎都得蹭地产行业的局势 那么房地产是缘和崛起 又为何陨落的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中国地产的那些事 大家好 我是Frank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进入2023年以来 身边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抢着还房贷了 这也不难看出 不少人的两个预期 第一个预期是新旧房利率 将大概率进一步倒挂 自己当年的房贷利率 肯定是高了 第二个预期是收入将进一步缩水 资产将进一步贬值 很多人既不想消费 又不想投资 钱没地方去 不如提前把房贷给还了 但是这些现象 发生的宏观大背景 是央行持续不断地降准降息 这咱们要的就很尴尬了 上面的货币政策相对宽松 一直想放水 但下面的消费需求 却一直不足 投资意愿也一直不强 又反向地把水给送了回去 2023年一季度 在广义货币M2 增速高达12%的大背景下 全国居民存款 认识不给面子的 反向激增了10万亿 相当于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河南 这五个经济大省的老百姓 说到上面发下来的 知道意见书以后 全部不约而同的 选择了无金口袋 这已经不是从消费升级 到消费降级了 而是消费存不存在的问题了 说实话 就算是全球最牛逼的央行来了 也不可能直接通过宏观调控 来左右居民消费 必须依靠 夹在中间的金融工具 来传递政策信号 而过去 这个金融工具 恰恰就是房地产 对上房地产 能拉动水泥 钢铁等原材料的价格 刺激投资 对下房子又跟户籍 学籍挂钩 算是优质的避险资产 可以刺激消费 那为什么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过去那么好用的金融工具 却突然不灵了呢 这又不得不提 国内房企的两大阵营了 给各位看组数据 这是2021年 国内上市房企的融资成本 前10名的平均融资成本 为4.17% 其中9家是国企 而后市民的平均融资成本 为7.67% 全部都是民企 我们知道 国企央企背景的房地产企业 背靠最好的资源 哪里要修个什么 哪里要造个什么 哪里要规划个什么 心理一清二楚 自然能提前用低价 拿到最核心的优质地块 而民企房企 由于先天性的劣势 只能高价去抢一些 非核心的周边地块 这又造成了一种 卷不一定有效 但摆一定会死的困境 在拿钱拿地拿资源 都明显处于劣势的局面下 民企要想存活 除了抬高报价 还必须得不断的提高 自身的资金周转率 所谓提升资金周转率 就是国企 做一个项目的周期里 民企得做一个半 甚至两个 旧房还没竣工怎么办 没关系 拿了预售款 火速前往下一个地块 拿地开工 预售款不够了怎么办 没关系 资产抵押 股权质押 哪怕融资成本再高 也得硬着头皮去加杠杆 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 直接导致了民营房企 资产负债率的居高不下 大环境好的时候 可能啥是没有 还能去海外大撒币 买卖球队 购置艺术品 可一旦任何一个环节 出了岔子 一口气没缓过来 那就是灭井之灾 2021年发生债务违约 或者发生实质性暴雷的 头部房企 几乎都是民企 虽然这么干的风险很大 但是房地产企业 只能赌国运 赌人口保持高增长 购房维持高需求 只要疯狂的跑马圈地 就能在自己倒下前 先把竞争对手给耗死 可坏就坏在 高周转和高杠杆 把房价抬得太高了 大城市已经丧失了 对小镇做提家的吸引力了 别说购房需求了 就连结婚生娃 都不一定是这些年轻人的必远像了 大城市要享有新鲜血液 地方政府就必须刀刃向内 向房地产开刀 可惜2020年 上面出台了三道红线 这一闷棍 来的既不是时候 又有点用力过猛了 直接把这个行业给干碎了 虽然去年的时候 上面开始不定期的吹风 也有在持续的给政策 但是羊水都破了 才想起来要是避孕药 是不是有些太天真可爱了呢 地产一旦崩了 影响最大的当初是银行 先抛开潜在的坏账风险不谈 光盈利能力被压缩这一点 就足以把银行吃饭的家伙给砸了 以前的银行 给到居民的存款利率 大概是两个点 可是只要搭上了房子这个金融产品 房贷利率就能放到四个点以上 现在好了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抢着提前还房贷了 未来的利差 大概率也要持续性的收窄 银行的好日子 肉眼可见的要到头了 可就算是被砍奖金 惨遭降薪 大部分人心中有气 那也只能憋着 没办法 大环境不好 哪怕砍一半的工资 还是有大把大把的人 盯着你的位置 里面的人不敢出去 外面的人自将身价 急迫头皮也想进来 哪怕风景这边读好的通稿 一直刷屏 也阻挡不了 已经有人开始感受到寒意了 毫不夸张的说 砍几十个点 甚至砍一半 可能都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个人工资 或者行业工资 会不会成为不能说的秘密 脱口秀演员 如果调侃就业和待遇问题 会不会是罚单被封杀 让我们拭目以待 实际上 中国房地产最初的定位 压根就不是现在的 落实货币政策的金融工具 而是具有实验性质的 探索经济发展模式的财政工具 1977年 小兵同志第三次复出 复出后 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是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会议决定重启 停止了十年的高考 广大工农阶层 下场青年 退伍军人 终于有机会 重新接受高等教育 这个政策的影响 不仅仅是拨乱反正那么简单 还给各行各业 传递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 那就是开放 1979年春 在外资引入不利的情况下 国务院在广东省保安县 也就是今天的深圳 设立了蛇口工业区 没有额外的财政拨款 只靠国内的土地和劳动业 再加上国外的资本 搞试验 没想到 效果却出奇的好 吸引了一大批的华侨和外商 来划半场 这一次 中央大胆放权 地方大胆试错的成功经验 也给新时代奠定了一个新基调 那就是国退明进 1981年 上面进一步放权 宣布实行 跨分收支 分级包干的新的财政制度 除了京津户 三大直辖市以外 其余省份均进行 行事各异的财政包干 也就是说 以前是一个灶头吃大锅饭 现在是每家每户 想吃什么菜自己烧去 曾经在大家长式的管理下 上面不肯放手 下面没有活力 现在拽着江城的手松了 是走向康东大道 还是走向万场深渊 就看各地方自己的智慧了 果然拼作风 拼改革 拼到最后还是得拼经济 可上面的政策都出台好几年了 下面的地方政府 还是卖不开步子 一方面 这件事之前的确没人干过 另一方面 的确也没人知道 这件事的红线究竟在哪 遇事不绝 那就跟深圳学 1984年 深圳国贸大厦封顶 这座150米的摩天大楼 在未来十年 一直雄俱着 中国第一高楼的美誉 而三天一层楼的速度 也被看作是 特区经济活力的象征 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各地方纷纷跟进 疯狂造楼 房地产的盖楼速度 显然成了GDP增速的代名词 万科 招商 保利 广州城建 广煞 华发 天红 宋都 这一批地产行业的初代目 无一例外的 都是在1984年成立的 可就算是仿造特区模式 一胡鹿画瓢 也不见得百分百安全 1993年 上面开始出手打压房地产 一是严防银行资金 进入房地产 二是严禁地产企业 上市IPO 制裁的手段 几乎和今天的方式 如出一辙 都是通过掐住上游资金 来控制地产企业的生命线 由于资金吃紧 大量的施工现场 被泼烂尾 砖头没见几块 杂草却涨了一地 那都是常有的事 当时坊间还流传着一个段子 说楼上泼下了一盆水 打湿了三个人 其中指定有一个人 是搞房地产的 但资金吃紧的 又何止房地产一家 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 地方上当税源 大幅度萎缩 很多地方 只能指望着卖地 来贡献点财政收入了 正当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 不知所措时 外围爆发了 史上最严峻的 亚洲经济危机 内部也出现了建国以来 最严重的结构性困境 价值三万多亿的工业库存 产品过剩 创纪录的 1275万名国企员工 被迫下岗 内忧外患之下 中国经济再次走到了实质路口 不得不说 和今天的局面 还有几分相似 有时候真的觉得 历史是有周期的 1998年 朱总赴国务院旅行 雷厉风行的制定了 三大经济政策 一 城市化建设 央企放水 政府发展 新修铁路 水利工程 大搞基建 消化过剩的产能 二 开放外贸 允许民营企业 自营出口 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 借此机会 远消海外 三 开放房地产市场 取消工房 鼓励私房 推动新一轮的住房制度改革 并且允许银行 针对商品房 开展按揭贷款业务 城市化刺激了投资 外贸政策刺激了出口 开放房地产刺激了内需 这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三驾马车 今天的中国 无论是被称为 基建狂魔也好 世界工厂也罢 甚至房地产行业 在国内的特殊地位 统统都是受98年政策的影响 随着2001年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创造了 连续12年GDP增速 超9% 且通胀率 至终低于3%的经济奇迹 但也正是从那时起 房地产连续多年被评为 十大报复行业之首 最疯狂时 中国富豪榜前100人中 有60人来自房地产 2003年 广州打奖了 允许公开开卖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第一枪 从那以后 收藏土地 就成了地方政府 最重要的增收手段 2005年 土地收藏金收入 就已经占到了 地方财政的三分之一 2012年 这个比例 进一步上窜到了48.4% 直到今天 房地产对经济的后续作用 还在持续受影响的 也远不止银行和就业 好的政策 不应该是短视的 他们塑造一个时代 并对后市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怕有的人 躺在过去的功劳部上 误以为曾经的盛况 都源于自己的天赋异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各位拜拜